你今天要开挂了 什么开挂呀 就是不当清官人 要做宏官人吗 宏官人 就是千人骑万人压的东西 在民国沟澜中 有清官人宏官人之分 清官人只卖一不卖身 而宏官人则什么都做 眼前这个抽着大烟的女子 便是怡春院的头牌千岁红 她身边的婢女叫做玉良 父母早亡的她十四岁就被舅舅骗来这里 说是学习绣花 实际上却是女人的地狱 老板见她年纪还小 就打发她做了千岁红的丫鬟 同时勤学记忆 为日后做打算 十个美人就是九个十票 拿在脖子上的 知道吗 哪儿见不得花痒啊 啊 玉良身子长开了 她的命运也即将和其他人一样 唯有成为娇媚年人的吐丝花 才能依附着男人存活 在这 这就是命 而到底 真有个自由生 看着一个 死缠着她 直到她送你出去 千岁红这样告诫着玉良 然而没几天她就出事了 因为得罪了客人 她赤身裸体死在了雪地里 而老宝得志后 只是悄悄用一卷草席将她裹起来丢了 一条人命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失 玉良被吓得不轻 可老宝却让她不要声张 还很快将她开刮的事提上了日程 穿上红装 喝斩六神茶 玉良正是成了红官人 她遇到的第一个客人 是当地新上任的海关总督攀赞华 因负责当地的税收 成了富商们上赶着巴结的对象 久过三旬 玉良被带到了攀葬化的身边 像个商品一样被人展览 随即又被叫上台唱歌助行 浑厚洪亮的声音一出 众人都一惊 怕这声音不着喜欢 不料攀葬化却很欣赏 夸她歌后不错 富商们见状连忙出钱 打算今夜就把她送到攀府 献出自己的第一次 没想到一旁的杂役缠她的身子 净趁四孝无人将她一把拉住 心中怒火熊熊燃烧 可玉良终究别无他法 被一座小轿抬去了攀府 没想到攀葬化却是个证人君子 听闻玉良前来先是一惊 随后便拿出些银两要将她送回去 玉良听后心如死灰 她不愿再回怡春怨不生不如死的日子 便闯进攀葬化的房间 离花带雨地恳求她就自己一命 起来了 攀葬化左右为难 如果轻易答应了玉良 自己的名声怕事不保 哪想玉良自顾自坐在了床边 解开了身上的扣子 说自己愿意跟着她 就算是当牛做马也不在乎 攀葬化却一本正经地告诉她 现在人都是平等的 男女在一起也要讲胆情 攀葬化替她扣上扭扣 抱着被子去了别的房间睡觉 玉良对此十分感激 为了报答她 她主动承包起家里的杂事 还学起了读书写字 只是好景不长 外面传起了风言风语 说新上任的海关总部潘大人不理朝政 独霸一记在家 攀葬化没办法 只好让下人给玉良准备好行李盘权 打发她离开此地 玉良黯然神伤 一样东西也没带走 这反倒让攀葬化十分愧疚 她一路追赶到河边 从小舟上带回了玉良 攀葬化知道 报纸上的留言都是那些富商所为 为了报复自己不在关税上让步 于是她索性一不做二不休 自己在报纸上刊登了结婚启事 娶了玉良做二房 还辞去总督的职务 带着玉良去了上海生活 临走之前 怡春燕的姐妹们跟在她的车后追 羡慕她的好命 却被杂役们拖着回了院里 怡春燕的门一关 隔开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 到了上海之后 攀葬化对玉良依旧很好 从她身上 玉良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温暖 虽然早年攀葬化成亲 家乡有一位没有感情的大太太 所以玉良只能屈居二太太之位 但她已经十分知足 为了报答丈夫的知遇之恩 她正式改名为攀玉良 不久后 攀葬化要去外地做生意 便托自己的好朋友红野照顾玉良 红野是画油画的 连带着玉良对绘画也起了兴趣 她天资聪颖刻苦沿学 用了两年恶补文化知识和绘画 考上了当时最好的艺术学府上海美专 也就是在那里 玉良接触到了人体绘画 但由于当时环境的保守封建 许多群众接受不了裸体绘画 常常跑到教室捣乱 把好不容易请来的模特赶跑 玉良的绘画生涯也陷入了停滞 就在此时 在外做生意的攀葬化回来了 久别重逢的两人相见十分欣喜 但浓情密意了许久 玉良的肚子始终没有动静 去找了医生询问之后 才知道当年老宝骗她喝过的那碗六神汤 让她此生都不能有孩子 玉良心中顿时空落落的 丈夫对她有恩 她不能让她没有后人 于是私自修书一封 将攀葬化的原配夫人请来了上海 还扶地坐小的给她请安 攀葬化和原配并无感情 到了晚上依旧留在玉良房中 但玉良却狠心将她推出了门外 学校被民众闹得停了学 但玉良心中始终有个美术梦 为了熟练掌握人体绘画 没有模特的她只能日日对镜 观察自己的身体作画 她潜心学习 常常在屋子里一待就是一天 日子渐渐过去 一年以后 攀葬化和原配生了一个儿子 而玉良则毅然踏上了去法国的轮渡 她争取到了去法国留学的名额 决定去真正的艺术殿堂进修 这里的氛围远比国内开放 玉良也可以自由作画 描摹人体结构 只是看到身边的好友谈了恋爱 心中对攀葬化的思念会愈加强烈 为了有安静的环境作画 玉良用为数不多的钱租了一间靠近红灯区的地下室 只有这里宽敞且不受打扰 她在这里潜心学习 创作出了自己的得意之作玉女 然而这天她出门时 却在战阶的一群女子中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 竟然是自己曾经的好友 为了满足男友的生命 她不惜做起了这种勾当 玉良脱下外套盖在她的身上 心中是说不出的怜悯和苦涩 一晃又是几个月不去 玉良的玉女图在秋季沙龙中获了奖 功成名就的她终于决定回博 与朝思暮想的丈夫团聚 攀葬化迎她进门 大太太的儿子莫尼已经扮人多高 初见有些生疏 但相处一段时间后 三人已经可以同传出友 场面和谐而快乐 玉良也回到了美专任职教授 只是仍然因为女性的身份不受尊重 但无论周围人如何编排 玉良依旧潜心教学 一心扑在学术上 只是不久后 大太太的到来打破了宁静 她的眼疾愈发严重 只好搬到城里来探病 还时常稀里糊涂地摸到主卧的房间 这让玉良倍感压力 不久后 玉良的个人画展要开了 她的作品从法国运了回来 其中就包括那副获奖的玉女 然而攀葬化一看那幅画 辨认出画中的裸体是玉良自己 她又惊又气 不想让别人看到妻子的身体 更重要的是 如果这幅画被展出 玉良一定会被众人的口水淹死 她不忍心看到玉良被欺负 但玉良却觉得 这幅画是自己的代表作 是至高无上的艺术 于是坚持展出 而事实也如攀葬化所说 玉良的话掀起了轩然大波 她出身轻柔的消息也被人扒了出来 无知的群众们冲进教室 将地方砸得一团糟 混乱无序犹如十年前一样 攀葬化在大街上拼命地抢着报纸 想将消息封锁起来 昔日的儒雅绅士被弄得风度全无 为了玉良的事情 她又辞职了 而玉良知道 她又该离开了 攀葬化虽然不舍 但还是告诉她 人生得意之急已经足矣 她还是会等她回来 但玉良心中一片苍凉 此去不同前一次流血 她竟不知道归妻该是何时 回到法博后 玉良无意间得知了从前朋友的消息 她被男友抛弃 孤身一人躺在满是灰尘的公寓 玉良将她接回了家 依照她的遗愿为她做了最后一幅画 也成了这个可怜的女人在世间的最后一幅踪迹 好友离世后 玉良伤心欲绝 她觉得自己失去了一切 一切都没有意义 幸好还有一个好友王守信陪在她身边 鼓励她重新开始 从两人留学认识开始 王守信便对她有情 如今更是恳求留在她身边照顾 但玉良还是拒绝了 她心中一直思念着国内的丈夫 直到这天 收到了攀葬化离世的消息 一场意外的大火 带走了她和大太太的生命 也带走了玉良一生的挚爱 多年之后 玉良也老了 她如愿在巴黎办了画展 成了中国第一个作品进入卢浮宫的画家 她将自己的所有画都捐回国 自己则永远沉睡在了巴黎 从青楼到法国 从妓女到享誉世界的艺术家 潘玉良用自己的真实经历 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传奇